Hello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期穿搭的干货 每次出穿搭视频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人问我 怎么样穿会更加显瘦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上衣入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挑选内衣 让自己的身材比例看起来更加完美 更加显瘦 也会穿得更加得体 那如果你们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上去吧 我知道有很多小姐妹喜欢那种 就是上身oversize 然后下面一个小短裤这样子 有时候如果你穿错了内衣的话呢 就会让你上半身看起来更加的庞大 就你可能本来不是苹果型身材 就硬穿成了苹果型身材 尤其当你转向侧面的时候呢 就会看你整个人非常的厚重 这时候就要选的这种非常轻薄 而且能让胸部回归原本胸型的这样的内衣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增加上半身的体积感 尤其是侧面看起来会更像纸片人 然后这件内衣呢是这种蕾丝的设计 非常女人味 而且它是这种少见的双肩带设计 内衣的部分呢也是分两层的 我觉得这种设计不仅好看 还能给胸部有更大的承托力 向前还有一种穿搭呢 就是之前特别火的炫牙 Lisa她们爱穿的那样 紧身短上衣搭配一个宽松长裤 这种穿搭如果你选错内衣的话呢 其实正面看还好 但是侧面的话呢 就会显得你的比例特别的不协调 紧身上衣呢就是要露出腰线 才能拥有沙漏型身材 而且如果说侧面能看到线条的话呢 就会显得你的小腹比较扁平 整个身材比例会非常的完美 就可以很好地展现甜辣风 这套穿搭呢我搭配的是这一件UP杯 它是这种无痕的设计 就即便你穿了紧身的上衣的话 也完全看不出内衣的痕迹 而且它穿起来非常的轻浮和舒服 还有63%的安伦 所以洗完之后呢也不会变形 并且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对腹部的修饰能力非常的好 基本上可以把腹部的部分藏得非常完美 完全看不出任何痕迹 最后呢就是很多女孩到夏天 一定会穿的吊带啊 或者是路肩上衣 很多人都不知道配什么样的内衣 如果说穿普通内衣的话呢 肩带露出来会非常的尴尬 如果说穿那种隐形内衣的话呢 就是它透气性不够好 我觉得这种抹胸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首先它材势来讲的话是非常透气的 而且穿上去之后也不容易滑落 整体也是非常的柔软轻浮 平时穿在睡衣里面的话呢 也可以防走光 而且它还配有这样子的细肩带 如果你穿了同色系的吊带 或者路肩上衣的话 这个肩带是不用取掉的 因为会完全没有违和感 当然如果你去掉肩带 直接当抹胸来穿的话呢 会更加的自然 我觉得抹胸真的是 每一个小女孩在夏天 必备的一件内衣吧 它的实用性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件抹胸 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啦 希望这期干货视频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选择内衣 其实我觉得内衣 不仅要穿起来好看漂亮 更要为了健康 就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胸型的内衣 大家在购买内衣的时候 测量尺寸一定要准确 并且在活动或者休息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压迫胸部 好了那就这样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